抗原飘移是一种病毒基因突变 是由编码被宿主抗体识别的病毒表面蛋白的病毒基因突变累积引起的 这会产生新毒株的病毒颗粒 而这些病毒颗粒不能被防止先前病毒株感染的抗体有效抑制 这使得变异病毒更容易在部分免疫的人群中传播 抗原转变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过程 当两种或多种病毒的遗传物质混合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抗原飘移是一种病毒基因突变 是由编码被宿主抗体识别的病毒表面蛋白的病毒基因突变累积引起的 这会产生新毒株的病毒颗粒 而这些病毒颗粒不能被防止先前病毒株感染的抗体有效抑制 这使得变异病毒更容易在部分免疫的人群中传播 甲型流感病毒和B型流感病毒都会发生抗原飘移 抗原飘移是一种病毒基因突变 是由编码被宿主抗体识别的病毒表面蛋白的病毒基因突变累积引起的 这会产生新毒株的病毒颗粒 而这些病毒颗粒不能被防止先前病毒株感染的抗体有效抑制 这使得变异病毒更容易在部分免疫的人群中传播 甲型流感病毒和B型流感病毒都会发生抗原飘移 抗原飘移是一种病毒基因突变 是由编码被宿主抗体识别的病毒表面蛋白的病毒基因突变累积引起的 这会产生新毒株的病毒颗粒 而这些病毒颗粒不能被防止先前病毒株感染的抗体有效抑制 这使得变异病毒更容易在部分免疫的人群中传播 甲型流感病毒和B型流感病毒都会发生抗原飘移 抗原飘移是一种病毒基因突变 是由编码被宿主抗体识别的病毒表面蛋白的病毒基因突变累积引起的 这会产生新毒株的病毒颗粒 而这些病毒颗粒不能被防止先前病毒株感染的抗体有效抑制 这使得变异病毒更容易在部分免疫的人群中传播 当病毒颗粒表面的抗原与这些抗原特异性的免疫受体结合时 免疫系统就会变识病毒